你可以把它拆成很多题 比如说那个负数的运算 乘数运算 等等 比如说像这个地方你可以 把这一个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负数运算 这个答案我不一定要是负7 我可以别的值 这个如果说我今天 可以输入然后输出秀出来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负数 所以让使用者一定要输一个负负值 我怎么做 首先你可以在这边这个专案里面其实可以不只 放一个 类别 可以放很多类别 比如说这边的话可以 新建一个什么 新建再新建一个类别 因为第1个类别 第2个类别 我可以再 增加然后呢 这个类别名称的话 我把它叫做那个比如说CH 一样的名称 然后后面再加一个底线 1好了 这个是第1个练习 就是这个里面延伸出来的 然后按一个确定之后的话 一样 那我就把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今天要秀出来 是System Out的这个 把它Copy一下 Copy之后呢 里面我今天希望把它改一下 这里面其实里面可以做很多练习 就是说 复数的部分呢 我要把它 Belitz掉 然后面这个 这个值 -7 是 自己预设的 可是我今天要取得 我可以输入 最后再秀出我输入的值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呢 其实你就可以把刚刚 这个范例里面 这个input 偷揽一下把它复制一下 就是在这边等于是插一个什么 插一个这个障碟 对不对 然后呢取得的值是从哪边呢 所以这边你 前面就必须要再 再 宣告一个int 因为 正负的话我这边比如说 宣告一个a好了 这个a的值 等于什么呢 等于 这个我刚刚 偷揽一下 这边比如说double 有没有 这个请输入 比如说请输入某个副值好了 然后把这边copy过来 贴上去 就刚刚那一段 就是请输入成绩这一段 对不对 其实它这个show input dialog 那特别注意前面是一个int 是一个整数对不对 你就不能用double 那用什么呢 特别注意 开头一样是 int 但是要改为大写 int 不过 它int是缩写 它全称叫Integer 所以你还要把全称打出来 Integer Ger Integer 也就是说呢利用这个类别 它可以帮我把它转换什么 转换为一个数字 丢给a 然后再来 把这个a怎么样呢 把它输出去 所以 最后的结果就这样 输出 然后按确定之后的话 我要看到结果 -7 Enter 实际上秀出来 负号运算 也会是负7 当然我不要负7 可不可以 我负10 可不可以 Enter 那就会负10 OK 那这个 这个就是等于结合 刚刚的练习 把它加进来 那这边要把它 请 这边比较 请输入什么 负数 负号 这是要把它改一下 利用同样的方式 其他也可以这样练习 OK好 那这地方的话 可以把它save一下 那同样的方式 我想后面 就是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呃 陈 陈法运算 那陈法运算 你会发现的 这边就应该 一个 两个 所以要增加几个变数呢 两个变数 然后呢 增加几个input者 两个input者 那可不可以两个input者 可以啊 第一行 第二行 那input者 input者 他就帮你计算出来 所以 某一个值 乘上某一个值 他最后会秀出来 所以你最后这个地方 这个把它删掉 会秀出你填上的两个值 应该了解意思吧 那底下也都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这边有很多的 练习可以做 可以试试看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